我猜... 小豬 來啦 歡迎學生制服喔 小豬 17歲 168公分 天啊 好可愛喔 天啊 美女耶 有那個劉洛茵的味道 很像劉洛茵 好乾淨喔 真的是天使欸 小豬現在就讀在新中學二年級 妳好漂亮喔 叫小豬啊 對啊 來來 趕快跟哥哥們說嗨喔 嗨 哥哥這麼喜歡我們好開心喔 妳講講拉漂亮 拉漂亮直接說哥哥我愛妳喔 1 2 3 希望大家和我一樣 對 不要為難自己 女生要有主張 一起說妹妹我愛妳 1 2 3 妹妹我愛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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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跟她講 又被控制 我跟她講說妹妹我愛妳 這個馬上 妹妹我愛妳 妹妹我愛妳 幾年級 妳在學校一定是校花吧 校花 好漂亮喔 很多人追對不對 個子又高 還好 因為我太像男生了 不會啊 這是平常的行為 對啊 這是男生不太喜歡吧 哇 也太謙虛了 人家說她是在心之花 但是她喜歡把裙子穿高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學校就是一開始發裙子都發到這 洗乾淨 小心 欸 你們在幹什麼 超高 我怎麼那個爸爸的貼心的時候 對 不要穿那麼高啊 對不對 就是她都一開始都發到這 欸 欸 欸 我在家裡都要趕蒼蠅的啦 真的假的 對啊 你女兒超正的啊 不是 我女兒是大便 這趕蒼蠅的 哪有人自己這樣講的 可是她算乖孩子 因為她襪子還穿到這兒來 以前我們都想要穿短襪 曾經被一個張台客搭訕 當場噁心呕吐 你也太不給她電視了吧 真的嗎 就是那種 小姐可以跟妳做朋友嗎 為什麼 男生她畫得很好笑 她會不會轉愛為恨啊 有啊 我不知道 可是她太臭了是不是 不是她 就是小妞妞兩隻都留那種 極長喔 不是一點點 指甲 然後裡頭有黑垢 黃黃的 然後她跟我講話說 小姐我可以跟妳要這樣嗎 好像摳一下這邊 我就覺得超可怕 而且她穿夾腳拖 那個腳起來 全部都這樣插出來 裡面都黃黃的 我就 超不舒服的 那你怎麼樣 妳在那邊吐 搞不好她只是問路小姐 請問一下這裡是哪裡 妳跟她講 喔 這裡是地球 謝謝妳 我要回去了 一堤瘋瘋 會啊 妳 好 沒事啦 謝謝 小豬 好 再來是我們第三一位 到底有沒有找到呢 請看 已經保留兩位美女的小鐘 到底會找出什麼樣的 制服美女呢 今天到底怎麼了 美女都跑到哪裡去 尤其是穿制服的 女僕西餐廳 女僕不用講 一定是穿制服好不好 而且女僕大家印象應該都還不錯 我們去上去找看看 走 超可愛的小女僕會在這裡嗎 女僕的店為什麼都在賣術呢 怎麼沒有見到一個 熱和一個女僕呢 只有看到這種女僕啊 你願意跟我回去 代表小鐘來參賽嗎 那二樓不是有那個女僕的店 都是穿女僕的樓嗎 都是穿女僕 女僕的樓嗎 我已經搬走了 不是搬走了 得知女僕三天新地址後 小鐘立刻飛升前往搜尋女僕 你好 你好 我要去女僕的店 在樓上嘛對不對 六樓 六樓呢 漂亮喔 女僕漂亮 漂亮喔 讚喔 好 北東就讚了 來 你好 果然真的是百聞不如一見啊 一進來的這兩位 就非常非常的客氣 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們你好 我是現在幫那個 我猜出外景 然後我要找這個制服的美女 你們這裡的這個 所有的女僕 都是穿你們的制服嗎 是 所以你們真的都算是制服對不對 對 那你們有沒有所謂的這個 正殿之花 就是每個個人來 都覺得她是最正的 有 在裡面 在裡面嗎 是 有比妳漂亮嗎 有 真的嗎 真的 要讓一個女孩子說 另外一個女孩子漂亮 是很難的事 不好意思兩位 我們可不可以稍微打搶一下 我們照片很漂亮 還就會整個 哇 請問貴姓 貴姓 還有小兔 小兔啊 小兔目前幾歲 19 19歲啊 有沒有人說妳有明星臉 我只聽過Hippie 而且我覺得妳長得還有一點像那個 吳佩慈 對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妳是我目前今天 出外景來講的話 找到最漂亮的一個人 那小兔真的這樣講我去不行 真的嗎 讓妳臉紅心跳的可愛小女徒 正好讓妳忘記呼吸喔 各位 這個萌喔 萌喔 已經來到我們現場了 到底這個兔子厲不厲害呢 一起來歡迎小兔 歡迎 歡迎 兔子 英俊 英俊 你們 好快喔 好漂亮喔 阿亮小兔 小兔 超萌女徒